拜登时代已经展开 今天晚上我们要从美国国务院的一张议程表官网里面来看到 透露了极不寻常的端倪 反中肯定不会是拜登上任之后的当务之急 但对北京来讲 你不反中我就要平反 今天晚上要带您看到北京要展开怎么样的大反扑 这是对外 而对内割韭菜 居然现在连华为跟江苏首富都在劫难逃 今天晚上慧珍带我们来看见 新时代的美中关系会因为拜登上任 稍稍有所缓解吗 是我们都知道拜登20日上任的时候 全世界都在关注关注什么 关注他对于中国的政策 到底是会穿规败随 还是会另起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风貌 其实那一天当天的那个就职典礼上 拜登并没有给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但是在19日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的新的国务卿布林肯 话可是讲得非常直白 说什么 说他会继续 他肯定川普的一个对中政策 而且相关的对中的一个强势态度 其实方向是不会改变 怎么话说不到两天发生什么事 国务院的官网竟然被发现什么 他竟然偷偷撤下六项的一个政策议题 而这六项政策议题 其实中间就一项是跟中共威胁 竟然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今天在官网上会被列上去的 都是重大政策 每一样都是极重要的 是而且你要知道这六项包括什么 包括5G安全 包括一个中国威胁 还有包括其他国家对于中国 对于美国的政治上的一个威胁 但是很有意思是 其中这个中共的威胁的这部分 是蓬佩奥在去年的 十一二月的时候特别提出来的 而且他强调什么 他强调说中国将是美国最核心的竞争 跟威胁之一 而且他说中国在六大领域里面 都对美国产生最主要的一个竞争力 所以人家想说 这可以说是当时 蓬佩奥对中国讲话最为火辣的一段 没有想到政策竟然偷偷的被撤下来了 不买单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官网的 这一边是川普时代的 这边是拜登时代的 一划过去立刻就杠掉了好几个 我们认为当时最火辣辣的政策 是 而且你就偷偷测掉 到底是为什么测 其实目前为止 国务院并没有给一个很直接的说法 但是你知道中国这边现在是怎么样 看你川普终于下台了 我现在换我来整肃你了 怎么整肃法呢 你们以前包括蓬佩奥 包括克拉夫特 还有之前来的阿扎尔尔跟波顿 这几个人对于中国政策 讲话都非常强意识吧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官员 转为一届平民了 好 那你休想以前对付我们中国 现在下台之后休想吃我们的中国饭 另外一个方面又怎么样 你前朝官员对我做的一些 中国政策包括什么 我们知道到了1月11号 川普还强劲地要求纽约这边要下市 中国三大的电信业者 包括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跟中国电信这三家公司 那这三家公司不是说已经下市了吗 现在这三家公司 既然马上在你那个卸任后的第一天 就开始联合声明 声明什么 请纽约政交所重新去审议 我们这三家公司的下市案 哇 他还要力拼拜不复 换句话说你今天拜登不第一优先 你不反我 我就要努力地来平反 他们现在寻求逆转胜 2020年竟然是这六年来 中国企业赴美IPO最高的一个记录 那美国市场还是最重要的 对啊 35家路气竟然赴美IPO筹资135亿美元 这是创了2014年以来的新高 那当然因为很难刷新2014年的进度 为什么 2014年是阿里巴邦当时到纽约去上市 破了纽约那个交易所有史以来挂牌 就是筹资金额最高的一个IPO案 当时筹资金额是257亿美金 所以当一个阿里巴巴的上市案 就吃掉所有 那当然没有办法超过它 可是你要看 这个去年上市的35家里面 其实包括小鹏汽车 都是未来电动车的这个部分 那为什么他们要去美国 就筹资上市 然后筹资金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中国现在没钱了 囊中羞涩 如果我可以借邮告你那边IPO 取得美国的一些投资资金 回来也协助我中国电动车的发展 那岂不是一举两得 而且更强化美洲的一种经贸关系 你刚才讲到了这个重点 我觉得Mega就在这了 上个礼拜我们都还以为说 那个三大电信商 你要我下次我就下次 反正我会去拥抱A股 回去拥抱港股 我最大的铺 我最大的池塘 最大的鱼在那 我就去那儿捞 就你刚才说原来内部已经没钱了 对 内部的资金确实出现很大的问题 我们光从一个数字来看 我们知道上海A股 中国总共有1720家这上市公司 你知道吗 在其中竟然有高达104家 也就是6% 这些股东不仅质押 而且可以说是满仓质押 所谓满仓质押就是质押的水位 可能是已经逼近大概九成以上 非常高水位质押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代表说股东都没钱了 把他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 再拿去借钱 所以代表这风险非常高 第二个 除了刚刚讲到的6%是满仓质押之外 超过42% 也就是有719家的公司的股东 都有出现质押的状况 这个数字很高 超过四成的股东 没钱拿自己的股票去质押 不然日子过不下去了 是 而且我跟你讲 刚刚提到其中有719家的公司 他们的股东都有拿去质押 对不对 这719家里面又有488家 也就是占比既然快高达五成 他们去质押比是多少 质押比既然是超过五成 就是说我可能是大股东 我大股东手上我有10%这家A公司的 我10%里面我竟然有5%的股权 就直接再拿去银行借钱 再借钱出来做一些相关投资 你就知道中国现在是 钱袋子囊中羞涩的问题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你这件事情其实会动摇国本的 你看1720家有将近四成 可以说部分或者是百分之百 梭哈去质押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那政府看到了 你没有纾困的座位 你没有拉他们一把吗 你现在囊中羞涩 我刚好可以趁机收购你 这些民营企业 你说割韭菜吗 就开始割韭菜 而且你知道2019年 他们目前统计出来的结果 他们中国国营企业去收割 去并购民营企业的一个金额 就已经高达200亿美金 快要6000亿台币的一个相关的金额 所以显见什么 显见就是说 以前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点 就是因为让它 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 但是现在发现说 你们这些民营企业 富起来了 就开始无事于 我党领导中心的一个威严存在 所以趁这个机会 他开始整肃你割你韭菜 我看你还敢不敢不听我的话 你刚才说的六个字 趁你病 要你命 是割韭菜最美好的时光 没有错 而且我跟你讲 现在割韭菜还不是说 只是一些小公司 营运不好才割韭菜 现在竟然连华为之前的一个品牌 荣耀也被收割了 你知道 那其实荣耀这个被收割部分 主要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华为的晶片 全部都被抵制当中 美国就有下令 华为不可以卖金 所有的包括台积电 都不可以卖晶片给华为 这禁令不解的情况之下 华为买不到晶片 它某一种程度 它是希望自己旗下的一个品牌 叫荣耀 把它切割出去 让它 不要挂我华为的名字 也许它又可以买到晶片 让它继续活命下去 所以它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它就宣布说 用大概市值1000亿美金的 一个情况之下 把这个荣耀的品牌 全部卖出去给谁呢 一个叫做 深圳的一个智信心 一个资讯公司 这个资讯公司 其实就是深圳的国资委 100%出资的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地方 当时我们还以为 这个国资委 它真的是丢了叶扁舟 救了华为的荣耀 把它救上岸来 观众朋友 我们请打播再给我们看一下 华为的最新手机 就在今天V40 你看这个最新的手机 今天发表大喜之日 结果我们以为说国资委救了它 结果背后是被收割 有苦难言 而且我跟你讲 它说当时不是说 大概是1000亿美金的 一个收购案吗 结果现在传出来 缺席的金额 大概只有400亿 打四则 那600亿就见了 所以你如果你是那个认真飞 你会不会就是抱着棉被哭 你还得吞 对啊 你就四则 你这个一个这么荣耀的 一个品牌 一个品牌荣耀 它其实那个资产价值也非常高 结果没有想到用四则的价格 低价 见价 被国资委这边 深圳国资委给收购下来 那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中国的政策就是这样 我要你交出你所有财产 你岂可不交 趁你病要你命 打四则卖不卖 这个还算是斯文的 还有更粗鲁的 对 我跟你讲 刚刚说趁你病要你命 你自己生病了 我出手吃掉你 那也就算了 你好好的没生病 我先让你病你知道吗 这实在是真的是手段 还蛮凶残的 怎么说呢 这江苏有一家叫三善企业的 他们当时其实营运状况非常良好 但是他们地方政府就说 树洋县的一个政府就说什么 我跟你讲我们关系不错 你做什么事 也需要我地方政府的一个配合 我们现在地方政府囊中羞涩 我需要转一点钱来用 但是政府出面 就给人家借钱总不好看 这样子啦 你去借 你去借 你借来 你帮我借两千万 我来用 那我用完之后 我保证我一定会还给你钱 他想说你知道办官方开口 办要挟的情况你能不做吗 那你只好闷着头借了两千万给他 两千万之后三年之后滚成六千万 他一毛钱都没还 有这回事这么便宜啊 五本生意全让你做了 而且我跟你讲 他没有还之后还跟你讲说 这样子你借钱还不出来 那这样子那你卖给我 你卖归我 他把你公司整个吃下来 像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被吃下公司 买来没必被你搞到有病 有病之后他要你的命的这种 还加起来好带二十几家 所以总共这些叫做被借贷 被借贷了三十多亿人民币 而这些三十多亿人民币 其实这些虽然是民营企业出面去见 但真正用钱的人 其实是地方政府 到最后这二几家公司 也全部都变成是国有了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给你